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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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amline 欢迎回到蒙向编辑部的孝星疹辛 Podcast 今節又有一天新西兰伊德台仰 pronounce 别的 süley 我 gehört 好了 请记得帮忙点赞我们这段片 还有订阅蒙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更加豆腐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要说一说近这一两天 深水埗的ERROR事件 到今天就正式四个去了西九龙法院提堂 赌尼义法 是否可惯了 还没算过 更加可惯的事情 我们今次就会揭冲 四个上到庭的时候就报称汽车维修员 即是像少林足球那样 我有个事巴拿在身上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而其中的一个被告人 我们的孤隐其名叫做赵X明 今年32岁 那就好了 谁知道这位明哥仔 就被人揭发的黑历史 他可以说是悲惨的过去 九年前 原来明哥仔已经是一个红人 我们记住 现在我们看到 深水埗ERROR被街坊说 哇他们很凶的 看下他们都用粗口骂我的 而且整天都在说粗口吃烟吐口水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的时候 走一看都不行 我只见到他们 为什么没有衣服穿 不怕弹牌 看一看都不行 都被人骂了 很多婆婆阿公都欠在汽水罐 还没被他们抢 或者扭脚踢磅 什么呀 收拾汽水罐 走 会不会是这样 应该是不会的 对于交通督导员 就真的凶得很紧要 我们看到他们四个 都可谓叫做 杀气腾腾的那种 对啊 那时候他们对着 那个咖啡仔 他们叫咖啡仔 就是交通督导员 是凶得很厉害 哇一路骂一路骂 那位咖啡仔 就一路吞一路吞 但是最后你这四个人真是糟糕了 那我们刚才提到赵X明 而且他们四个 当时有一句很红的 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是谁啊 你知不知道是谁啊 哦好 那些网民就看看你究竟是谁 就是炒你谁啊 是啊 明哥仔赵X明 就是2013年 相当之经典 就是跪在地面前 就在一个叫做十四巴港内 为什么叫做十四巴港女呢 因为当时就一手 因为明哥仔 赵X明 他跪下了 是当街当巷跪下了 日光日白 这样跪下之后 就被这个港女 就一手执着头壳顶 那执头发 执着之后 就一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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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就醒了 十四巴 很厉害 所以这位女士就叫做十四巴港女了 那些人就认得出 咦咦 难道就是你来的 所以那些媒体走了去车房 就问了 咦是不是来的 那经过车房的东主 微微呼出烟烟 呼 是 是他来的 就是我了 就是我的同事 是啊 呵呵 那这个车房负责人 明哥呢 那是不是好像大波man 那么大脆呢 我们不知道了 他都说的 是 没错 就是他的同事 嗯 那根据man哥所说 就说赵X明 这件事都经过这么多年 他用啟化了这三个字 来到形容他 这个这么挥之不去的过去 或者这个叫做人生的污点 就用这三个字是化解了 哇 很厉害 人生的最高境界 就是有仇不忌 我看化了你 好 搞定 看化了就行了 很可憐 我现在有些同情 是不是很可憐 深水埗ERROR 为什么呢 就是其中一个成员是这样而已 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很可憐呢 因为我相信 这些这样的与事呢 是会很自然被人淡忘的 但是现在在网络世界呢 是不会有淡忘这回事的 哈哈哈哈 那么多年就被人拆了出来 大大话话都九年前嘛 就是现在连登仔 在那里扑开的那些 可能都是只有二十嵩的岁 九年前的时候 还在打波子 或者还在学校 可能在读小一 不是小几 六年班都差不多 中一中二 可能都不太了解什么叫十四巴港女 现在就快去看 就算Mang哥说赵X明是否体化了呢 可能又未必 还是受到十四巴港女当时的刺激 当时人人都说我软弱 说我是懦夫 我就要恶给你们看 有些道理 可能就是当年被人盖了十四巴 盖到整个人都振作起来 所以现在就这么恶 这么多年后才恶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如果你走经 有些人看见他 看什么看 这些人 要么就极度自大 要么就极度自卑 要么叫自卑 要振作起来 要好好保护自己 就是 你看我 你为什么看我 你不想起 我是十四巴港的男主角 你不看不起我 可能他的脑海就这些思潮起伏 你这样看他就认得出我 他心虚就自卑感作起来 看什么看 就是他这样来 那种情绪 为什么他说这些粗口 还是怎样 你知不知道是谁 他很害怕 其实他很担心 假如 那位咖啡哥 或者交通督导员 你不是十四巴港女的男主角 原来你认得我 他立刻在哭 还是怎样都不 希望你答不出 我们见到Mango 再一次微微呼出烟圈 就说 我们说真的 谁没欲酸过 其实都是一个更生的机会 影响不了他的 这句话挺帅的 帅 就是我们看不出 一个你走过他门口 多看他两眼 都会骂到你的狗那样的车房 原来这个车房里面是充满着这些 这么有哲学意味 简直去到人生另一个高的境界 即是 经历过十四巴港女 这些简直是男人之中 你遇到这些事情之后 都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自己 要不就要去韩国整容 要不就要 可能需要移民 或者怎样去找一个新的地方 隐姓埋名 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出街都可能会害怕被人看 所以赵X明是否可以 染到他的头是这样的 也不是 我反而觉得 他这么多年来的变化 真的不是那么大 所以才那么容易被人认得出 这个挺惨的 是不是重生的机会 是不是叫更生的机会 或者可能对于这些叫肉酸 算了 十四巴又怎样 可能你二十八巴 或者可能都看得挺豁达 跟黎明所说的一样 他那句金句 即黎明的人生的金句 原来我们就在这次事件 应用到是出神入化 我们笑黎明是否都是错 黎明就说 因为我豁达 所以我不怕人说我不豁达 你会影响不到我 这些人生的哲学是大智慧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就是看不开 看不化的事情 可能会做出一些傻事 甚至是一些很极端的事情 这些真是想不到 这班ERROR的背后 是有这么大的正能量在 想不到 你不要看他们 恶行恶相 凶尘恶煞 粗口烂舌 但是其实他们 有一个都颇为令人伤感 和悲惨的过去 是的 不过好像没什么怎么说 为什么当时会被这个女友 要去道歉 还是怎么样 那我倒回来 赵X明 其实打从心底来说 他是不是一个好男孩呢 是不是好 这个也很难评估 这九年我不知道 如果以当时候 他可能会不会呢 当时九年前 可能是一个 很信得女友谊的人 对吧 就是信到 是直接跪下 跟他道歉 是的 当时他的女朋友就问他 你是不是带另一个女孩回家 其实赵X明就说 不是啊 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啊 BB 没有 还说没有 你有没有死 没有啊 BB 有没有 没有啊 BB BB BBBB 就是这样的事 是这样打下去 他不断打 不断打 我很想知道 不想知道赵X明 现在原来变了一个ERROR 我很想知道这个14巴港女 他现在究竟是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成为人妻 现在过得好嘛 是的 这么久没见了 也有点关心他 可能他还在盖身的男友也未定 在盖身的男友 先想一下 几条数 会不会啊 差不多要结婚生子了 差不多要结婚生子了 不知道 现在时下的女性 有些都很迟婚的 迟婚一些 或者单身 我觉得最劲的 应该看他们ERROR4的这件事 就不用说要坐牢 这个先说清楚 就没想到太夸张 如果当他们回到车房的时候 其实最好 我觉得 比较多一点 媒体要找回这位女主角 就是曾经 真的要 讨论她14巴港女 访问一下她 不是访问她 直接要给她车 她开她的车房 找回赵X明帮她弄 对对对 真不真 明仔 我的车要找你弄 明仔走出来 你啊 就是你 因为你要被人看得到 真的要什么 豁达 或者看化了 如果看化了的话 就帮她弄车 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客人 还有 他们两个都要释坏了 整件事 对吧 这么多年 对不对 要笑得笑完 很久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不过 见Mang哥 就是车房的负责人 他比起他们四个 更加豁达 更加豁达 已经到了神级的阶段 他说 对于 例如 举个例子 这张图是什么 芒向编辑部 将我们几个打格仔 做什么 做到这样 哈哈哈 哎呀 我们被人改图好些什么 大家都是笑笑而已 是 OK 挺豁达 OK 完全是不介意 很大方 是吧 不错不错 这个是好老板 不过员工就好像搞少了一点 哈哈哈 你弄得这么大 是啊 即是连警犬都要出埋 那一天 我要记住 真的夸张 是的 哈哈哈 哎呀 你吵不鬼 现在没有了 好了 输了 搞到大家的生意都没得做 哈哈哈 现在就 只剩下赵X名赢了 赵X名 为什么 因为你被人觉得 看多一件事就是 假如 你试想想一下 有一个 男生 愿意 跪在地上 向女朋友认错 还要被她当众 撿着头发 这样抽发的话 这一定是一个 一世的懦夫 一世都抬不起头 竟然一劲到 是因为 我们看到 这宗案是什么 在公众地方 作出 扰乱秩序的行为罪 哦 这些阴晴 这些电车蓝 怎么会啊 是别人扰乱 就算都是 他只会 暗春地躲在一旁 是吗 是 你是想象不到 他现在有这个罪名 假如这个罪名成立的话 就是他自己认罪 应该都认的 没得不认的 他认罪的话 可能对于他的人生 都会是一种 自我肯定 当然 这些违法行为 我们不希望见到 但他会觉得自己 咦 我已经是 赵X名 32岁的赵X名 超越了 上当年 20多岁的时候的 赵X名 当日的赵X名 已经 不是在这个世上 照一照镜 我已经有一个新的 就是叫做深水埗 ERROR 是的 假如 这个港女 就是向他 抽击这么多巴克的港女 假如 就像台湾所说 真的比较迟分一点 或者比较上是 你当然 深水埗ERROR 明仔 帮我修修车吧 这样 我在想 会不会再次重新爱上 他们两个 是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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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吧 当然可以 你真的很帅 明仔 当时你不是这样 现在那么man 好像很帅 很帅 你真的很帅 帅得真 很后悔 不如这样 我自刮十四下 一笔勾笑 你和我一起 如果他们两个 假如大吉利是 男未婚女未嫁 他们两个结婚也挺搞笑的 因为这件事 然后再 爱火重燃 之后再结婚生儿子 这个是很厉害的 是你想的 应该就没什么可能了 如果被人当众 这么多巴克 然后被人拍了片 然后放上网 少了这么多年 应该都不会再见面了 或者有机会 可以邀请赵X明 说一下 后来究竟是怎样 经历过些什么 没错 曾经沧海 为什么他们看化 你记住 化这件事 是很复杂的 化就化 不是那么简单 没错 一块石 在大自然底下 怎样去封化这块石 怎样被风吹吹吹 要很长时间 一个男人 怎样用九年的时间 来消化这十四巴 平均一年 每年都要一点多巴 没错 即是化的时间 即使用九年的时间 化解了这十四巴 等于武林高手那些 即是张无忌想当年 中了元冥二老的奖 如何化解寒毒 那里折磨了多久 当然 他无意中 在白猩猩 找到九阳神功的秘笈 然后又在山东里 没有东西做 误打误葬 练成了九阳神功 终于化解了元冥二老 当时圆冥神掌的寒气 即是赵X明 究竟是否进入车房 这个车房里 由学徒做起 拿着士巴拿 认识其他ERROR的成员 陪着他一起 克服一巴又一巴的心理阴影 要这样 挺厉害的 我们如何邀请他做一个访问 我们教你们 首先叫他去深水埗 找一个大牌当 再去叫一碟 豆腐火烂饭 男人的浪漫 再加一支大青岛 一边都可以说 这样才是 对吧 我们期待着 有赵X明 有更加多的专访 可以叫他出到来 我也很期待 是的 分分钟 不如这样 靠这件事红起上来 都不一定 再红多次 如果明年年初回香港之前 我还未见到有媒体去拜访他们 即是找赵X明再问问 不如我去问问 好吗 好呀 去封树街看看 是的 千万别让他们之前 看到我们Mindable有做这些节目 拖了 打我劲 好 大家不妨一起留言说一下 这些感情试都挺有趣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